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脑人员,我是主播侯累 今天的主题是脑肌融合 伸手取物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设想你正在当工作前忙碌地工作,突然觉得有点口渴 拿起面前的咖啡杯一饮而尽,这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自然 然而,如何产生这种轻而易举的行为,对科学家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毕竟,有意识的运动是人类与现实世界互动的主要方式 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当时的研究者对大脑的认识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切除大脑的一部分会造成对应的认知功能损伤 第二点是,大脑内部存在生物电 根据这两个观点,在19世纪,古斯塔夫·弗里奇和爱德华·西斯格 两个德国人做了个硬核的实验 就是掀开狗的颅骨,然后电击大脑 虽然实验不太人道,但是解决了很多问题 首先,发现了运动皮层是大脑中控制运动的区域 其次,发现了运动皮层各部分与我们肢体的对应关系 例如,电击猕猴运动皮层背侧的一块区域能引发手部运动 若电击位置往副侧运动,则可能引发躯干的抽动 紧接着,新的问题随之产生 既然自主运动的产生来源于运动皮层 那运动皮层是如何给我们的身体肌肉叫它指令的呢 要知道,人有639块肌肉 为了控制这些肌肉 大脑需要储存2的639字方条控制指令 这可比宇宙原子的总数还多 这个问题可以从微观世界找到答案 在显微镜下,大脑是由神经元构成的 它们能够互相连接,形成网络 而网络中神经元电信号的流动反映了大脑的工作方式 而运动皮层的神经元具有这样的特点 神经元能够对有限的可选动作进行投票 获得票数最高的动作会被最终执行 所以你伸手抓咖啡杯的时候 脑子里可能是这样的 按顶页给我绘制的图表,得往下 小脑那边觉得,上回咱们这么搞有问题 得往上偏点 不行,前运动皮层不同意 现在动手 运动皮层更关心可选动作的投票结果 而非对肌肉的直接控制 从而极大的减少了大脑的运算成本 然而,这种投票的编码方式 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为这种方式 无法解释更加复杂的自主运动 比如用不同的速度完成的伸手运动 或者按顺序碰触多个目标点的伸手运动 于是,运动皮层的研究者 转而关注运动皮层的一些基本属性 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 在2012年 克里希纳·西诺伊等研究者 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 即便物种不同 产生的运动不同 神经元的活动 却都走向潮汐一样 发生着周期性变化 假使是普通人 发现这个现象估计也就看个乐呵 以及周期性现象 在自然界是很常见的 在运动皮层 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也不意外 但存在于运动皮层的周期性现象 只是群体神经元发放特征的一个表象 敢要了解皮层活动背后的含义 需要做更细致的数据分析 并对这个现象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解读 线豆一研究组通过后续大量的数据分析 终于完成了这项研究 发现运动皮层的历史状态 会对当前时刻的状态产生影响 于是他们认为 运动皮层的神经元网络 是一个动态系统 即便是神经科学的业内人员 理解这样的理论也是很吃力的 毕竟这是使用数学的概念 来解读生理学现象 好在有一个极为著名的例子 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 那就是蝴蝶效应 几周前的蝴蝶煽动翅膀 就能引发一场风暴 这种由蝴蝶产生的连锁反应 就是动态系统运行的一个实力 蝴蝶效应还有另一种流传更为悠久的故事 断了一枚钉子 掉了一只体铁 掉了一只体铁 舌了一匹战马 舌了一匹战马 率死了一位将军 率死了一位将军 吃了一场败仗 吃了一场败仗 亡了一个国家 经过动态系统的演化 断了的钉子 可以毁灭一个王朝 运动皮层的工作模式也是这样 大脑根据口渴的反馈 产生了一个抓杯子喝水的指令 而这个指令像电火花一样 激活了运动皮层 使运动皮层不断动态演化 最终生成指令来控制手部肌肉 至此 一次伸手取物的动作完成了 运用动态系统 来描述运动皮层的工作机制 是当下自主运动研究中的 主流观点之一 其余观点 存在一定的互相包容与冲突 如果有机会 往后会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介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 欢迎点击关注 这里是脑人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